uloslin 一個演算法 我們介紹這個COSLING 跟 EM 那 EM演算法其實是在 Machine Learning 裡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方法 這個方法其實是源自於統計學家發明的 但是在 Computer Science 大量的用 classing 翻作分群演算法 一般在做 machine learning 我不曉得我的 introduction 也沒有講 就是說一個叫 supervised learning 就是 data come with label 你知道這 x 然後它對你的 y 是什麼 然後另外一類叫 unsupervised learning 就像這樣 我只給你 x part 就給你一堆資料 然後我並沒有 y 這一部分 所以通常把它叫 unsupervised learning 那第三類是所謂的 semi-supervised learning 你有一大堆資料 絕大部分是沒有 y part 它可能有 但是我現在不知道 然後只有一小部分有 y 的 那這叫 semi-supervised learning 那 semi-supervised learning 其實是比較 符合實際的應用 因為其實一般相信做 data labeling 是要錢的 相對來講是比較貴的工作 現在聽說美國有公司 或有一種工作 你只要負責幫他做 data labeling 然後就可以收錢 這種概念是 像就所謂的 cloud sourcing 那個群眾力量 前一陣子報紙講說有 1.7億筆的政府一些人的個資被偷走 那報紙是這樣寫的 兩名防重業者他們開發的系統 可以自動破解那個驗證碼 就 catch up catch up 就是 log in 有些網站 他會問你 請把這個 像你訂高鐵票 他就把這個數字打下來 那一開始本來就是規規矩的數字 大家就可以打 但是 AI 太厲害了 就是做那個手寫辨識 可以做字型的辨識 所以通常那種規規矩的字體 你很容易用所謂的 multi-classification 可以破解 然後就開始變化 就是把那個智慧有扭曲要幹嘛的 所以那個防重業者 據說他們已經有那種技術 去破解這種驗證碼 那我剛剛講說 labeling 這件事 本來很工整的字體 machine learning 很容易就做了 那開始扭曲又不太好做 那最後也是可以做 可是在這過程裡面呢 hiker solution 就是把這個截圖 寄給印度一大堆人 他只要幫你這個扭曲的字體是什麼 然後做可能做一百個就一塊美金 做一千個十塊美金之類的 那個是 cloud sourcing 的做法 那這種一樣就是要找 labeling 我們這一次要講是 unsupervised learning 就是我處理的問題 只有 x part 沒有 y 因為沒有 y part 所以就沒有 advisor 叫 unsupervised learning 那你要做什麼事呢 你其實有興趣的就是說 到底這一堆點 這些 data point 之間呢 有沒有什麼 structure 在裡面 有沒有一些群聚的現象 有沒有一些 data point 它是 是變成一個 grouping 一個 grouping 這樣子 那我們當然希望說 在同一個 group 裡面的人 它有類似的性質 然後在不同 group 裡面的人 它跟其他 group 可能不一樣 所以它是 dissimilar to the object in others cluster 就我們要把班上同學分成幾群 我可以用成績分 我可以用身高體重分 我可以用年齡性別分等等 總是在同一個群組裡面 在同一個 cluster 裡面 大家要 share 某些特殊的 或是特定的相似度 這個是 cluster 要做的 那你如果修 data mining的人 他可能有人叫做 segmentation 比方說他要發 DM 然後他可能用年齡去做一些 segmentation 這個是銀髮族的 這是壯年族的 這個是上班族的等等 那這個不管人家講 segmentation也好 講 cluster 也好 他們都是希望去把你手頭上的資料 去做適度的 partition 同一個群組裡面 同一個 cluster 裡面 它有 share 相同的特徵 這個是 unsupervised learning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那這其實有幾類做法 roughly 分兩類 一個叫 button up 一個叫 top down 那我們今天會介紹的是 k means 跟 soft k means 那是一個 top down 那什麼叫 button up 其實咧 這個 button up 的東西 它的想像是 資料點是刪開的 資料點都散佈在整個 Rn 空間裡面 散佈在 Rn 空間裡面 然後所謂 button up 就是慢慢把它聚集起來 這個是 hierarchical 是階層式的 這是 aggregation 的一個變形 小時候水晶溫度計 就是溫度計 裡面裝水銀 然後反正熱脹的人說 這個溫度高這個水銀 又往上爬 你就可以看到刻度 就知道你有沒有發燒 那不小心打破的是怎麼樣 是水銀散下去 水銀散下去非常好玩 就是一顆一顆小竹子 你知道嗎 它是這樣鼓起來 像你回去找一顆 水銀散都把他打破 它是像一顆小竹子 然後你可以拿個像牙斜棒再撥一下 它們一靠近就會 merge 起來 只要距離夠小 彼此引力夠大 它就 merge 起來 然後越大顆越容易去吸別人 為什麼講這個事情咧 這種所謂 button up 我沒有把阿倫細節講給你看 它其實是這樣 就是說我 data point 算在裡面 然後你就算兩兩之間的距離 你就知道有一個最小距離 假設有 n 個 l 個點 cl 取 2 就有這麼多個距離可以算 那你從那個最小的 就先兩個最靠近的 就把它 merge 成一點 假設這裡有一點 你可以看一下這兩個點 其實是最靠近的 就把它 merge 起來 變新的一點 那你本來有 l 個點 就變 l 減 1 個點 然後再看 這個彼此之間哪一個距離 兩兩之間誰最近 再把它 merge 起來 假設 在這邊 又一個點 merge 在一起 所以又變 l 減 2 就慢慢把它聚在一起 那唯一有一個東西要算的就是說 這個點跟這新的 merge 起來 你就把它想成是一個比較大的點 就像那個水音兩顆它可以 merge 起來變比較大的點 那這個點跟它的距離要怎麼算 有些人是說 我看跟它最遠的 這個點跟這兩個點之間最遠的距離就叫 我這個白色點跟這黃色點最遠的距離 有些人是看最近的 那都可以 這 distance 這 similarity measurement 是你定的 所以你可以算 任兩者之間距離 然後慢慢的 stretch hold 你就可以聚在一起 就是說 hierarchical的那個 structure hierarchical casting 的方式 所以這個 你只要打破一支水音溫度計 你就真的可以學好這個方法 那在這裡面所有的涉及到相似度 涉及到距離這種概念 尤其這個是一個點跟一個集合的距離 像這個是一個點跟這個集合的距離 就有不同的算法 那 distance 有所謂的 single link 有一種叫 complete link 有一個叫 average distance 所以 single link 指的是說 我今天如果 最後這個 merge 成一個集合 這個點到這個集合的距離 假設這是一個群組 群體 這個點到這個 cluster 的距離 它用最靠近的 只要能 link 在一起 就是代表這個點跟這個集合的距離 所以這叫 single link 那 complete link 呢 就是用這個點到這個集合裡面 最遠的距離 叫 complete link 所以你可以有不同的 distance 的做法 那這個 hierarchical application 的 casting 就是距離慢慢限縮 把這個 switch hole 慢慢放鬆 然後讓它們 merge 在一起 最後最後這個所有的點會 merge 成一坨 就好像你把那個水銀 散開了水銀 慢慢把它聚合在一起 就變成一顆水銀 你把它用力 手一拍它就散開來 那 single link 跟 complete link 的差異 就是用 single link 的方式 做出來的 cluster 的 structure 就是說分群以後的結構 是比較鬆散的 所以 single link 只要一有關係 就叫有關係 complete link 是說 大家的關係 我要看最遠的距離足夠小 才叫有關係 你如果要問我說 single link 有沒有什麼一個好的例子來解釋 為什麼它的結構比較鬆散 如果你問我說我家住哪裡 我跟你講說我家住 住在康寧交流道那邊 那你不知道康寧交流道在哪裡 你問我說康寧交流道在哪裡 我說康寧交流道在成功交流道附近 你又不知道成功交流道在哪裡 我說成功交流道離圓山不遠 那 single link 就可以這樣一路一路 pass 講到後來我家好像就在圓山附近 所以這個 link 其實是會非常鬆散的 所以有時候人家不太喜歡用 single link 那 complete link 就是要求比較嚴格 就是說你這個點到這個 cluster 裡面 最遠的距離才是我們兩個之間的距離 single link 是最短的距離 所以有一種說法 另外一個 in between 就是 average link 你可以把這四個點取重心 看這重心跟這點的距離來算它 也可以算距離 那這種 button up 就是說 距離如果門檻值在 0.5 的才能 merge 然後接下來慢慢放寬 就可以一步一步把這一個 cluster structure 建構起來 這是 button up 那我們今天要講這個 top down 的 k-means 跟 soft k-means 就是說有一堆點 你可以幫我直接把它 partition 那 k-means 演算法呢 我有一大堆點 我 try to group 我這 data into k 個 cluster 這個 k 是 user 決定的 那常常有人在討論說 k 多少叫適當的 k 那這跟你的 application 是有點關聯的 我過去做了一些什麼 breast cancer prognosis 因為做的是乳癌病患的資料分析 那醫生習慣是把要好的病患不好的病患跟中間 就是 in between 所以通常我們在醫療上 用 k 可能用 3 那有些人會把它分比較去 k 可能用 5 那希望當你要把它 grouping 在一起 它有一些 criterion minimize some of square distance to their central means 也就是說 我現在分了幾群以後 每一個群體它有一個重心 然後這個群體有很多個點 點跟重心的距離的總和 希望要越小越好 那這裡的看法就是說 你的距離比較靠近 就是大家的點是比較聚在一起的 距離越近 impline有比較大的相似度 整個 classmate 的想法就是 我給你一堆資料 沒有 label 我有興趣的是說 你可不可以把它分成幾部分 那屬於同一部分的 data point 它們有比較高的相似度 如果點是跨不同的 classmate 它們直接是比較不像的 那這裡講的相似度 它用距離來反應它 它想說距離如果近 它的相似度就高 你注意 只要談到距離 你的資料的 preprocessing 就很重要 我還是要提醒你說 如果你的 data point data attribute 裡面 有所謂的年收入 有所謂的每日開銷 這兩個那個急距是差很大的 如果你沒有經過 normalization 去做出來的結果 可能會跟你想像的差距很大 所以只要遇到距離 遇到相似度 這些其實 資料的 normalization 很重要 同時咧 你可以有各式各樣不同定義 distance 的方式 就像剛剛講說這種 hierarchical class 你可以有 single link 的 distance 你可以 complete link 的 distance 你可以 average 的 distance 用 distance 來 measure 它的相似度 越短的話 相似度越高 那整個 k-means algorithm 是很多人學 dataman 最後唯一記得 或是學 machine learning 唯一記得的演算法 因為它跟 k-means neighbor 演算法 這兩個演算法是超級符合人類直覺的 那個 knn 我們講說是 近墨者 黑 近出者 次 對不對 它是一個 lady learning 你的 label 是看你的鄰居是誰 那待會兒你看到這一個 k-means 演算法 其實它也非常好記 它就是 iteratively 一直在做一些 updating 我今天給你一個 dataset L個點 每個點在 n-dimensional space 假設點都已經 normalize 好了 那 user 跟你講說 你幫我分 k 群 做 k cluster 所以你有一個 dataset 你有 number of cluster 在那邊 假設你要做 k 那通常呢 我們需要有人來代表這一個 每一群的重心也好 中心也好 那比較 general 它就是 Portotype vector 就是用一個點 代表這一個 cluster 的特點 我們說它是一個 Portotype vector 那對我們來講 比較容易選的就是 我現在有十個點 我就把這十個點的重心 當成這個 prototype vector 重心很好算 把所有 components 各自加起來 處理個數嘛 所以這我們就是 mean vector 的概念 所以我們 notation 就是用 mu j j 從 1 到 k 如果我有 mu j 個 每一個 mu i 、 mu j 每一個 mu j 代表某一個 cluster 所以我們把它稱作 很多人把它講作 central e 因為你可以把它叫 mean 但 mean 一般在 probability 上的用法 就是期望值 這個叫 mean 怪怪的 所以很多人就把它叫 central e 那有人把它叫 central 不然你就把它叫 prototype vector 那你的目的是什麼呢 你希望針對這一組資料 去找 k 個 point 找 k 個 central e 有這 k 的 central e 你要有能力把這 l 個點 assign 指定到對應的那個 cluster 裡面 然後在同一個 cluster 裡面 你就可以去算 它的 square distance 跟這 central e 的距離 算完以後呢 你的目標是讓 所有的點 到各自對應的 square central e 到各自對應的 central e 的 square distance total sum 越小越好 這是我們想要做的事 我今天給你 l 個點 請你幫我把它分成 k 組 每一組咧 都有屬於它的 prototype 屬於它的審存意叫 mu j 然後我希望屬於這一個 cluster 屬於這 z cluster 到 mu j 距離的總和 那因為我有 k 個 z k 個 cluster 這些 total 加起來的總和 希望越小越好 所以你需要做哪些事 就是你要找到 k 個 prototype 的 vectors 同時咧 對於每個點 for each data point 你要知道說 它是屬於哪一個 cluster 你才能算距離 那做這個東西咧 有一個叫 membership 這個點是屬於哪一個 cluster 所以我們就引入了一個 binary variable 叫 r i j 這個寫法是 d i's instance 屬於 d j 個 cluster 如果這個東西對的話就是 1 不對的話就是 0 所以我說它是 binary variable 它等於 1 或 0 叫 binary variable 那它等於 1 的情況下 指的是 d i 個 x x i 個 point 是在 d j 個 cluster 裡面 它就是 1 那不然就是 0 當你有辦法算這個 membership 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去找它對應的 它該跟哪一個 cluster 算距離 所以寫下來咧 你看齁 我把我們的目標函數寫成這樣 ri j 乘上 x i 解 mu j 凸凸凸的平方 你注意齁 這個 j 從 1 到 k i 從 1 到 l 也就是說 每一個點 最外面這個 summation 每一個點要固定 這 i 少過所有的 cluster 看它有沒有在第一個 cluster 有沒有在第二個 cluster 有沒有在第三個 cluster 問到有沒有在 d k 個 在不在 決定於 rij是 0 或是 1 可以嗎 所以這樣少過 你就 i 等於 1 你就知道說 第一個 x i x 1 在哪一個 cluster 它離 central e 的距離有多遠 然後再看 i 等於 2 第二個點 少過所有的 cluster 看它是在哪一個 cluster 其實你如果知道 rij是多少的話 你就知道它是在哪一個 cluster 就是它距離 所以 total 的總距離的平方要最小 你的 decision variable 你要決定的數值有哪些呢 有 rij 有 mu j 都是要決定的 所以是一個很難的題目 OK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難的題目 你如果要直接去算 很多人就會說 這是 NP-hard 的題目 這個 NP-hard 的理由很簡單 你只要遇到那種組合的 binary 的 這個就是 exponential 的嘛 你有 k 個 cluster 你每一個點 屬於哪一個 cluster 有 2 的 k 次方 減 1 對不對 一定是屬於某一個 那對於每一個 cluster 你就屬於或不屬於 2 的 k 次方 減 1 那決定了這個 membership 你就可以去想辦法去算距離 問題這個對象 UJ 代決定 RIJ 代決定 所以根本如果照原始這個問題的描述 我們希望做的事情 寫下來的 optimization 問題就是它 你只有什麼 XI 是 I 從一到二是 given 的 需要決定的是 Rij 它的 membership 需要決定的是對應的 muJ 而且這個 UJ 也在動 所以有人想一個比較簡單的解法 那這簡單的解法 有時候不見得達到最佳解 但是至少可以動 那通常狀況也都還不錯 他的想法就是說 欸我先 這一個 algorithm 要動 要有起始值 要有 input 所以他一開始告訴你說 第一步咧 這個 muJ 代決定 你這個資料在 Rn 空間 所以每個 muJ 是一個 Rn 空間的 vector 所以它叫 prototype vectors 所以他說這一部分其實不太好做 所以就是說我就隨便 Rn 等的選 Kager Central E 假設是目前我能看到最好的 muJ 然後下一步咧 他就希望透過 muJ 定下來 我就可以去決定我的 membership 透過決定 membership 我就決定了重新去 update 我的 muJ 那這樣的兩個 stage咧 他做 cycle 就是說 iteratively一直去做 直到他收斂 然後收斂以後就停了 那你可以想像這種 procedure 一定會收斂 我今天隨便拆 Kager 點 就是這個就固定了 然後我需要讓它最小的是 Rij 要去決定 Rij 你想想看你要怎麼決定 Rij 如果今天給你的 muJ 這給了 muJ 是 given 所以這個是常數 那你只要做這個 你會怎麼做 給我一個 instance 我看他跟誰最靠近 我就把他 assign 過去 所以這一個 Rij 的決定咧 一定是去找這個特定的 xi 跟你現在你已經 given了 Kager 你先 random 選 Kager Central E 已經在那邊了 那你就看第一個點 跟哪一個 Central E 最近 你就把 assign 給他 然後 assign 完以後 你就開始在想說 如果這個 muJ 是一個重心的概念 經過我這樣 assign 完以後 重心要不要跟著變 正演算法就是這麼容易 就給一個 set of Central E 就是 random 選 然後我要怎麼樣去 update 我的 membership 因為我要讓 total square distance 越小越好 那我說我用很 greedy 的想法是 每一個 xi 都去找 跟他最靠近的 Central E 來算距離 那個距離最近產生的地方 就是我 Rij 等於 1 的地方 不然我他就等於 0 你可能是 R i 1 等於 0 R i 2 等於 1 或者 反正每一個 instant 他都有 K 個選擇 那你要選最靠近的那一個 智能一起按 0 那做完以後咧 每一個 instant 都有 assign 到他屬於的 cluster 裡面 屬於 cluster 裡面 接下來我就想要去 update 我 Central E 我想要知道說 經過我這樣做了以後 我那個重心跑到哪裡去啊 那如果說重心你把它想成一個平均的概念 是不是把所有的點都加起來 除以個數 那你看這個分母寫的是什麼 summation i 從 1 到 L R i j 指的是什麼 第 J 個 cluster 有多少個點嗎 因為 R i j 是一個 0 或 1 的值 只有 di 個點被 assign 到 第 J 個 cluster 它才是 1 其它是 0 所以你 go through 所有的點 i 從 1 到 L x1 x2 到 xl 的點 看誰的 R i j 等於 全部把它加起來 就是代表說 有多少個點被 assign 到 D j's cluster 那再把這些點全部加在一起 這裡面當我寫 i 從 1 到 L R i j xj 其實這是一個選擇的過程 它告訴你說哪些點是屬於 D j's cluster 我要把那些點加在一起 那因為我總共有那麼多個點 在 J 個 cluster Js cluster size 就是這個 number 把它全部加在一起 除以個數 就是重心 所以你就可以更新所有的 cost 審存意 所以整個程序就是說 隨便拆一個 cost 審存意 拆 K 個 我就可以 assign 我的 membership 然後 assign 完這 member 以後 我就重新 update 我的 cost 審存意 又有新的 cost 審存意 以後 我又可以重新再 assign 每個點的 membership 然後再來 這樣依詞這些 直到收斂 所以收斂就是說 我的 cost 審存意不會再變了 當你那 cost 審存意不變的時候 你同樣的規則 再 assign 這個 membership 也不會變嘛 對不對 當這個 music 已經固定了 你再重新去看這個 Rij 跟前一輪絕對是一樣的 可是如果 Rij 已經固定了 那個 mu j 就不會變 所以這個 eventually 會停 那有一個比較直覺的說法 eventually 會停 因為雖然你是一個 NP-hard 的問題 是告訴你說 找到那最佳組合很難 是 exponential time 但是不管多難 它總是一個 finite 的問題嘛 對不對 因為每一個點 屬於 2 的 k 減1 次方的選擇 不管怎麼樣 它就是 finite 只要有人告訴你說 當我這個 procedure 就是說 assign membership 重新 recalculate 我的 cost 審存意 再重新 assign membership 再 recalculate 我的 cost 審存意 所以如果可以看出來 我每個 iteration 這個 object function value 是往下降的 那就可以保證 我最後應該會收斂 那一定會停是因為 反正我能試的 combination 就是有限格 那如果你今天有人 guarantee 了說 它是慢慢一步一步往下走的 那這就一定可以收斂 但是你要記得 收斂沒有保證收斂到最佳值 它可能收斂到一個 local 的 minimizer 它不見得是 global 的 solution 好 那就有人在問說 你第一步咧 是 random select 這個 initial seed 就是我一開始 random 選的那個 k 個 portal type vector 或是 k 個 central e 就我從這個 l 個點 我可以隨便挑 keg 個出來 然後挑了 keg 個以後 再去 assign 它的那個 membership 有的 membership 算完以後 我就可以 update 我的那個 cost 審存意 然後再 reassign 這個 membership 就是這樣 interactive 做 那覺得會停 會收斂 如果你一開始選的這個 initial seed 或是說你一開始選的那 keg 個 portal type vector 選好一點 我的收斂會不會快一點 好 這是很自然問的問題 就好像我告訴你 選那個 RSVM 我們有 random 的選 reduced set 我們其實有好多方法 很省時間 但是我可能選的reduced set size 要大一點 那這邊呢 random 選的好處是很省時間 可能它那個 iterative iterations 要多一點 那就有人在想說 用一些 heuristic 幫你選好一點的 initial 的 keg 個 portal type vector 所以第一步什麼都不會做 它當然都是 uniform random 就我有 L 個點 我就隨便挑一個 所以它 choose one center's uniform at random from amount of data point 就是你有 L 個點隨便挑一個 然後當你挑到一個以後 你對其他的點 每一個 each data point x i 你可以去計算 它跟最近的 cluster center 的距離 你注意 我一開始只有一個點 就是 random 選出來的 然後我接下來呢 能怎麼動呢 我就把除了我被我選到的點以外的點 就剩 L 減一個點 算跟這一個點的距離 這個每一個都有所謂它的 dx 的距離 就是跟這個特定點的距離 那因為我 initial 只有選一個嘛 所謂的最靠近的 center 就只有那個點 就先算出來 算出來以後呢 它說再選一個新的點 因為我現在要有 k 個 initial portal type vector 我目前只有一個 所以我就要再挑一個新的 data point 來當我另外一個 centrally as a new center's 那這裡又說 at random 我想它這裡的 at random 跟這邊的 uniformly at random 是做區隔的 就 uniformly at random 指的是說我在抽這些點的時候 是用 uniformly at random 就是 uniform distribution 去做啦 因為我一開始都沒有任何的參考資料 那當我已經有一個點以後呢 我現在現在呢 其他 L 減一個點跟這點 都有一個距離關係 那它希望選的東西是這樣 如果叫你選 initial 的 k 個 prototype vector 你會希望選全部聚在一起的嗎 你會不會想說選散的 k 一點的 結果我那時候在做 RSVM 我們事實上是有這樣的 heuristic 就你基本上這個 central e 的概念 是找代表啦 以前有什麼國大代表有沒有 國大代表是出來選總統的 那國大代表就有所謂代表江蘇的 代表浙江的 代表哪一個 每一個省和當時的人口比例 就有國大代表代表席次 就把這個拿來選 那至少喔 至少它從每個省去選代表 它有個特點就是 它希望有個代表性 事實上在整個中國的幅度上 它是散開的 沒有人會喜歡 你找的 custom 所以一開始全部聚在一堆啊 你希望它散開 人家設計的 sampling 的方式怎麼做 它說齁 你用剛剛算出來的距離 把它想像成是一個 weighted probabilities 離得越近的 被抽中的機率要越低 離得越遠的 被抽中的機率要越高 所以 它用這樣的概念 讓你被抽中的 機率值呢 proportional to 這個距離的平方 你想想再回去看怎麼做啦 這其實 這其實是 稍微要花點腦筋說 我要做一個 simulation 那我今天 怎麼樣我做出來的 sampling 的技術呢 被我挑中的機率呢 它是proportional to 這個距離的平方 離得越遠 被挑中的可能性越低 你越越近 你挑中的可能性越高 那我舉個例子 你把所有的 現在有l-1個點對不對 所以你就把l-1個點 全部加起來放在 平方以後加起來放分母 那分子就放對應的那個 距離的平方母 你就是一個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proportional to 這個d d square 那你問我說 你自己為什麼要用 這個符號 這個問題出在哪裡 其實我這應該寫di 問題出在哪邊 你看到 這1 2 3 到第三步 你就知道怎麼樣去抽點 對不對 according to這個proportional to distribution 你就抽第二個點出來 你就有第二個classent for e 你現在有兩個點喔 你現在有兩個classent for e 接下來要算這個dx就不一樣了 他要找 因為你每個點都要去算 到底跟這兩個點誰比較近 就可以算出一個距離值了 這個是我剛剛這邊的single link的概念 你現在假設你有很多個點 你現在假設你有很多個點 L個點 你一開始抽中了他 然後每個點 都要去算跟他的距離 因為只有 只有單一個 那個dx很好算 那你根據這算出來的距離 你可以去define出這個proportional to distribution 你知道怎麼樣去抽第二點 假設第二點 如果你做的是對的 你要抽到這個點機率其實是小的 因為最靠近他的比較不容易被抽到 離的比較遠的比較容易被抽到 假設你抽到這個點 如果你的運氣真的完全follow 這proportional to distribution 當你有這兩個點的時候 算這個dx就不一樣了 他講說這個distance 跟他的linear center 是有關的 也就是說 當我在看這個點的時候 我的dx是跟他的距離 他等下算跟他跟他 比較近的是他 當我在算這個點的時候 我dx是跟他的距離 所以每個人 在這個所謂dx的距離 他是有選擇性的 他去找 目前已經選到兩個了 這兩個哪一個比較近 那同樣的 當這個距離決定以後 你就可以抽第三個點 抽第三個點以後 你要算這一個 其實越來越難算 有沒有發現 因為本來 所謂只有一個center的時候 距離就是 算一次就好 當有三個center的時候 你要算三個距離 找最近的 才是以後這個點 要被抽中的 機率的大小 跟他的距離有關 你就repeat 2 3 這兩個step 直到說 你有k個class central e以後 再從那邊 開始轉到k means 所以他叫k means plus plus 這個作者說 這個方法 花很多時間在決定 這個initial的class central e 但是他有比較好的機會 勝過傳統的k means 我待會給你看一個例子 你就知道說 他有解決到一些問題 我們給你看一個小學生的問題 就是說 如果這個 1381代表 是那個 灰階值 它這個 black and white intensities 這個class k means algorithm 其實在影像辨識 影像處理 影像處理 備用很多 當然他們講灰階影像 假設這個 數字越大越黑 你假設有 138這四個數字 如果你一開始選的 initial cluster 一個選7 一個選11 這個二維是容易畫圖的 一維這只有一維 然後他說 我一開始 initial選在7 那C1 然後跟10 10在這邊 那你看 所謂的assigned membership 這個是7 這個是10 那11跟C2的距離 跟10的距離是1 跟7的距離是4 所以這個應該是屬於C2 沒有問題 或者是說 這假設是1 這屬於C2 好了 然後8呢 8離10的距離是2 離7的距離是1 所以這個是屬於C1 那這不用看啦 事實上 你跟我說 你幹嘛算這個 你只要知道 7跟10的中垂線 8.5 對不對 小於8.5的 都屬於C1 大於8.5的都屬於C2 OK 這沒有問題 所以 經過這一輪以後 你的result是 138是一個group 11是一個group 當你把138 當成新的一群的時候 你去重新算 它的C1應該等於多少 C1應該等於4 可以嗎 這裡的C2呢 就等於11 好 所以 這個點現在叫C2了 然後 C1等於4 在這邊 這是11 所以7.5 這是7.5 7.5以下的 都是第一個cluster 7.5以上的 都是第二個cluster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是現在第一個 第一個cluster是 1跟3 屬於C1 第二個是 8跟11 屬於C2 就 13一組 8跟11一組 13一組 13一組以後 它的C1就變多少 C1就變2 它的C2就變成 9.5 好 C1是2嘛 C2是9.5 這個C2 這是9.5 這個很髒的就把它擦掉 2跟9.5 取終點就是變成 5.75 5.75 5.75 以前的 都是第二個cluster 5.75以後 都是第二個cluster 所以 是不是收斂了 就是 我如果 對 13 81 這四個number 我要把它分成兩群 就13一群 8跟11一群 OK 好 那 那 那 如果今天 選的是 有三個點 第二道題目三個點 只有0 20跟32 請你幫我做一下 如果我一開始選 C1等於0 C2等於20 跟我選 C1等於20 C2等於32 那個結果會變成什麼樣 就你休息的時候 大概看一下 如果 我其實只有三種選法 0跟20 0跟32 20跟32 三種選法 大概每一個 大概做一兩步就收斂 你看結果是什麼 然後順便算一下 我的那個 summation i 從1到3 summation j從1到2 R ij xi 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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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三個點 請你幫我分兩群 好不好 0 20 32 分兩群 分兩群完了以後 你可以去算 收斂以後 你去算這一個 function value 看哪一個值比較大 好不好 試試看 只有三種 三個結果而已 稍微看一下 好像是這個比較好 對不對 20跟32 一組 0自己一組 對不對 20跟32 他們的重心是26 所以 20-6 所以是72 0跟0 距離是0 所以 你如果 可以嗎 20跟 0 所以 central義是10 所以是200 聽得懂我在講什麼嗎 你如果 一開始分群 你如果選的是0跟20當initia 然後接下來 0跟20當initia 然後接下來 你就要把0 as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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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ssign 給20 所以它新的 scentral義就變26 這0還是不變 所以 再assign一次 還是0一組 20跟32一組 所以距離的 這個objective function 算起來 就是72 反過來 如果 0跟20是一組的話 它的scentral義是10 這個scentral義是32 跟32是0 這邊算起來就200 所以你不同的 initial cluster 你的結果是不一樣的 你不同的 initial cluster 你的結果是不一樣的 假設你一開始是 10跟32 而算起來就0跟20 好 這個告訴你什麼 就是說 k-means的演算法 最後會停是沒問題的 可是你initial point 選的不一樣 你結果會很不一樣 我舉個例子給你看 就更清楚 就是 這個example 比那個數字還清楚 如果我一開始選的 initial是選這樣子 這是我起始的兩個initial 然後我要去assign 我的 我有四個點 有四個點 那一開始這兩 我要分兩群 這一個跟它 當我的 一開始的起始點 那我就問說 這個點 離它比較近還是離它比較近 當然是離它比較近 所以我就 會形成一開始的 如果initial選的是這兩個點 那我的cluster的結果就是這樣子 因為你再算 它的cluster 所以一個在這邊 一個在這邊 那重新去assign membership 會不會變 不會變嘛 好 那這個看起來是很合理嘛 這看起來應該算合理吧 這個結果 如果給你四個點 叫你分兩群 我想你這樣分 你不會有太大意見吧 你覺得說看起來OK 可是咧 一樣那四個點 只是我起始的那cluster1 我猜的是這個點跟它 然後 這個點 我總共有四個點 那我只是說 第一個點當我的initial的cluster1 那我 第二點也當我的cluster1 我現在要開始assign它的membership 所以 第一個點當然是assign在自己這個位置 這個點 assign在屬於自己的cluster 所以這個叫C1 C2 那這個點呢 各位注意 我畫的是一個長方形的四個角 可以嗎 所以這個點去assign 它跟C1跟C2誰比較近 對角線一定比較遠嘛 所以它應該是屬於C1的 這個點一樣的道理 對角線也是比較遠嘛 所以這一個某一個邊一定比較近嘛 所以它屬於C2 OK 屬於C1 C2以後咧 你要去 去做什麼 你要去update你的culture1 所以這個culture1 新的c1會變在這邊 c2會變在這邊 同意嗎 當你的c1在這邊 c2在這裡 我用三角形畫它 屬於它的culture1 你現在要針對這四個點 去assign 這個點到底是屬於C1 C2 屬於C1嘛 因為它跟C1距離是這一邊 跟C2是對角線 所以它一定是屬於C1的 這個點 一樣是屬於C1的 同樣道理 這下面兩個點都是屬於C2 所以就收斂了 代表這個membership不會變了 所以它的final result是 他們是一群 下面這個是一群 而且 這個不管拉再遠 你的結果 只要你一開始的initial 選是這兩個 結論都是這個樣子 我想透過這個例子跟你講說 K-means的演算法是會停的 但是停下來的結果 很可能是local的minimize 很可能不是符合你直覺的答案 可是這一個問題 剛剛各位看到那個 K-means plus plus 是不是可以解決啊 如果你懂這個演算法的時候 你不管你選誰當initial 假設我 我選這個當成第一個initial point 我要抽到這三個 抽到下一個initial 非常可能是抽到誰 這裡面的某一個 而不會抽到他 可以嗎 但一旦抽到這兩個其中一個 它的結果就是會變這樣子 不會有這個現象出現 因為如果你這當initial 離它遠的 比較容易被抽到 當成下一個initial 如果你要做2-means 你要有兩個 兩個portal type vector 那我一開始選這個點 那我下面有三個點可以選 那根據這個演算法 這個被選到的機率是比較小的 而剛剛給各位看的例子是 我如果一開始選這兩個 當我的initial class central e的時候 那個結果其實是非常不符合我們的直覺 可以嗎 所以這個 他說claim它的方法不錯是 這個剛剛的例子 事實上是可以顯現出來的 我們剛剛介紹的那個叫k-means演算法 那你可以想像它的程序 真的你一輩子不太容易忘記 就隨便給一堆點 然後挑k個當initial 然後看每個點離哪一個classmen 所以最近就assign給他 然後recompute它的class central e reassign membership 然後這樣iterative做 最後會停下來 這就是k-means演算法 那他在做assign的時候 是一刀兩斷的 就是說 我就找跟我最靠近的那個 class central e 我就百分之百奉獻給他 就有人在想說 我有沒有可能partial的membership 就是說我可能70%屬於交大 我可能10%屬於台大 可能20%屬於中英院等等 就我的membership可不可以partition一下 或是說幾%是交大幾%是清大這樣 所以剛剛講的那種 所以剛剛講的那種 customer就我們叫hot assignment 我只把每個點assign到exactly one cluster 有沒有可能說讓我們有一些uncertainty在裡面 或是說你又想一個禮拜工作40小時 我35小時或30小時在交大 10小時在別的地方等等 這個好像還算合理啦 就是說有一些彈性在裡面 所以它叫soft k-means 只是當你有一些彈性的時候 你怎麼樣去計算這個membership 它可能你可以說 也許有個probability distribution在後面 然後有這probability distribution以後 當我在算這個cluster centriE的時候 我就會看我對這個cluster貢獻有多少 而這貢獻有多少是according to 我的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那其他演算法就用一樣的updating的方式 可不可以這樣想 我們剛剛那個rij啊 其實rij對於每個點來看 剛剛所謂的hard的cluster result 指的是如果我現在有一個 每個instance有一個它的membership 的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剛剛規定的是這樣 全部是0 只有rij是1 這個指的是x100% 對不對 你現在rij是一個binary valuable 如果是0的話 代表說 di個instance沒有屬於dj個cluster 如果是1的話 是di個instance屬於dj個cluster 所以你看我這個di0 ri1,ri2這種概念 所以 如果今天 這個每個rij ri,或叫rip p小於等於1 小於等於1 大於等於0 summation p從1到k 的ri p等於1 是不是一個推廣 所以 本來都是0或1 只允許某一個位置是1 其他都是0 這叫hard assignment to exactly one cluster 我希望 我希望未來我做的事情 其實 每一個點 xi這個點 它到底屬於哪一個cluster 是有比例的 可以允許說 百分之幾在cluster1 百分之幾在cluster2 但是 每一個比例當然是小一等於1 大一等於0 全部加總起來一定要等於1 所以本身就是一個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只是你就是一個 就finite set 你可以把它想成k個cursor 就k個bin 就是k個籃子 你在第一個籃子放多少比例 第二個籃子 全部總total加起來 要等於1 每一個比例都小於等於1 大等於0 我們可以發展這樣的演算法 好 這個就是solve k-means 集团 集团